香港的小朋友可能讀书会比较压力很大 周不时都会有些测验考试 在这些时候可能小朋友 其实都要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 到底是不是去到一个很崩紧的情况 譬如如果你发现自己生理上 会有一些手心无汗 会害怕到心跳得很厉害 又或者甚至出现失眠的状况 可能会想一些不是现实会发生的事情 譬如你在小学会想 哎呀 老师会不会明天出错了一些好心的题目 甚至是中学的题目 其实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 我们真的要注意 我们可以的话 真的要找专家去帮忙 不然没有那么严重的 可能我发觉我真的有点担心有点压力 我们可以尝试和父母去说出你的担心 你的忧虑 让父母可以明白到 哦 原来我是因为考试有点压力 这个是其中一个舒缓途径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譬如我们温书 我们真的温到很累 都不需要说一下一下 一定要温一定要温的 我们一条橡筋如果拔到很行 可能会断的 我们都要放松一下 譬如我们可以规定一下自己 譬如我每隔半个钟头 我就温得很辛苦 就可以去吃杯雪糕 看五分钟电视 看五分钟喜欢的漫画 可以舒缓一下也都可以的 譬如有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些很担心的情况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做深呼吸的 深呼吸 譬如好像看着肚腩的话 我们落到丹田 一吸气很慢 接着很慢呼气 再吸气 再呼气 其实不要小看这短短几下的深呼吸 短短六七下的很缓慢的深呼吸 已经令我们体内 产生一些很好的脑内物质 就是Oxytocin 催产素 这种脑内物质 是可以令到我们舒缓压力的 所以深呼吸这一点 是相当之有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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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